高庭裁定 李显阳在社交媒体诽谤两名内阁部长 必须赔偿两人各20万元 总赔偿额40万元 法官今天发出书面裁决时指出 李显阳针对内政兼律政部长尚木根和外交部长维文发表的言论 属于最严重的诽谤 法庭必须下令他做出较高金额的赔偿 法官表示 李显阳是在汤污调查局公布调查结果出路后 仍在社交网站发表诽谤性言论 事后也并没有向两名部长道歉或删除贴文 有关言论包括指两位部长要求土地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特别待遇 在装修来道路黑白洋房时不必寻求批准就违法砍伐数目等不实指控 两名部长因而起诉李显阳诽谤 高庭这个月的2号举行聆讯 不过李显阳没有出庭 也没有代表律师上庭